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可以拿成我們的靈緣主主能力 就不用拿那麼多錢去買了啦 而且現在全世界 大家都以低碳減碳 來做打拼的目標 要讓我們的地球 不會再這樣哭哭掃 哇 真正讚喔 如果這樣 我們台灣怎麼有對到腳步 當然啦 我們台灣也是國際一份主 當然也有 我們怎麼有什麼撇步 第一步就是 除了我們平衡時 耍手來關電費和背炒頭 選擇有節能標障的家電 跟利用台中的交通工具以外 政府也帶頭在做生電 哎唷 這樣不然可以生電 還可以生錢耶 嘿嘿 真正是一減二個 沒人減四個 對啦 第二步呢 就是利用台主連的風 跟在頭來發電 一旦發電的效率和安全提升 就會減少發電完料的進口 提高靈緣主主啦 嘿嘿 這就跟溫度度的 日頭煙熱水氣 不用用台電的電 賣得辛苦的時候 就有燙燙燙的燙水湯好用啊 對嗎 對啦 再來第三步就是要儲能 總之不簡單 發電量把它省起來 自然就能夠 降機的目標的發電 而且 也不會去浪費啦 這樣喔 就跟我先把錢省起來一樣 買用的時候 就有錢湯用啊 嘿嘿 對啦 再來第四步呢 就是用現代上新的科技和技術 把我們發電和用的電 做一個比較好的管理 讓我們的發電和用電 不會去浪費 而且 竟然有效率 這樣我們家的電 用去哪裡 一千二十 真正讚啦 而且喔 為了要來加速力量的原法 特別點台南和高雄高階的高鐵 山崙墊 建立力量庫學生 當作力量科技聯合研究中心 比較喜歡的地方啦 欸 這個力量庫學生 在做什麼事啊 在這裡 我們可以發電新的技術 直接從發電出來的新科技 做一個喜歡和相約化 最後呢 從這些成果 和擴散出去 帶動我們台灣力量生涯的發電 欸 聽起來 幾月之後不錯喔 啊如果這樣 未來我們自己的電 就能夠自己生涯了喔 當然啦 除了可以發電力量科技 帶動産業和酒業 幫助國家力量經濟發電 最厲害呢 竟然可以跟國際來競爭喔 而且 也可以強化靈活安全 還可以出現靈活的主主 角度緩化 到2025年 我們的目標 是對現在的百分之二 提高十倍 達到百分之二十啦 這樣喔 咱就能夠跟世界各國做會 來幫助地球 恢復健康 不然呢 也還可以節能減碳 環境保護 竟然可以出現環境影響 為後一代美好環境 來普及做囉 欸 我知道 這就能夠前人種樹 後人成糧嘛 沒錯 發電力量生涯 對環境好 對生涯好 對專民好 對一代 更好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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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